2023阴阳八卦赏音活动 18日在芬圆香文德国小热闹展开 县长王惠美与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长曹忠游 热情邀请大家到丁来彰化赏音 大家携手同心一起把这么好的一个 具有我们国际的起音落音跟这个音柱 是非常非常具有这个国际水准的 也欢迎我们所有爱好这个生态的乡亲们 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来看看 因为我们的南路音也叫做清明鸟 清明前后都会来跟我们光顾 那这段时间县政府也把我们彰化附近地区 一日二日三日游也都替大家规划好 欢迎大家来彰化赏音 来彰化来这个吃美食 来欣赏彰化的好彰化的美 我们今年开始疫情之后 我们扩大来举办我们贵病狂音的一个生态旅游活动 那我们会延续办到六月 那我们会引进我们港澳新加坡等等的一些国外游客 来我们八卦山来赏音 然后来进行我们的赏值班铁 赏我们的萤火虫铜花等等生态旅游活动 那八卦山麦是很独特的一个生态旅游的一个宝地 那我们光局就把这个定位成国际的一个生态旅游 那我们也跟县政府一起来努力 那引进过更多的国内外游客到八卦山来旅游 三十年前我们有一些伙伴们 一些前辈们为了保护会论狂音而成立我们上澳县燃料学会 感谢那时候的县政府 林务局慢慢的加入来一起来保育后来的三三处 也过来跟我们一起共疆盛举 因为这么多人的努力让我们的生态慢慢的恢复 我们感谢所有人的努力 谢谢 2023阴阳八卦赏映活动相当精彩 有热闹市集闯关活动文创摊位 首座教室集说故事剧场等 彰化县政府与鸟类学会合作 打造八卦山脉国际级的生态旅游 活动将持续到六月 王辉美县长邀请全国乡亲用行动支持生态保育 为下一代子孙留下美好的自然资源 公益频道张华允分源采访报导